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后替玉玉 请前往心标靈 鼻孔 鼻孔 鼻孔,鼻孔 鼻孔 鼻孔 这辈子你会被益气给害惨了吗 买款 今年 99啦 王八千 王八千 我們這個是王好千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被騙被賣 而且還幫忙數錢 這個是騙騙的 有可能 為什麼...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好像月姐跟嘉謙 可能有幾個特別 第一個就是 人真的很好 沒有...我現在是壞人 還要告訴你哪些新作的朋友 口風差景 並且提醒妳 背信忘義的朋友 長什麼樣子喔 好的 馬上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兩位特來賓 因為呢又有一齣 非常好看的舞台劇 要問世了 歡迎王月夏宇常 非常好 六一方... 對 六一方... 你怎麼也有 我們剛剛叫個人耶 對 我們就是最好的六一方 沒錯 好 請月姐來好好講 這個六一方其實是很可愛的 是迪國修 他曾經在他少年時候 成立十五天的幫派 對 而我們完全用這個 做一個原始的創作靈感 拉出了一個三個時代的 愛情喜劇浪漫感人的 超級舞台情義大戲 沒錯 各務一種結義處理 而且在舞台上有很大的突破 對不對 是什麼樣的突破 來 夏宇常要也講一下 聽說這次首創就是 舞台劇上第一次沒有藝幕 藝幕就是舞台劇旁邊 有黑黑的那一個布啊 就是沒有那個布了 對 然後還有好像也是首創 國學老師第一次 五十三場對不對 五十三個場次 就是一般舞台劇啊 不會有這麼多場次 那這次聽說就是 不按燈 對 也不按燈 然後想要做成像電影一樣 所以就是舞台劇的一個 新的做法 對 新的嘗試跟做法 其實可能對觀眾來講 一個最簡單的東西就是 很可能也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開運告訴給大家的 到底情和義 目前的社會 我們怎麼樣把它找回來 對 而且我們竟然可以用一個 舞台劇的感人力量 讓你回到了過去那美好的時光 對 同時把我們情義的情感 都給召喚回來了 沒錯 所以其實朋友要找隊員 真的 你如果這個朋友沒有義氣 你告訴他心事 他就是口風不足 他口風不緊 他就是給他噗噗出來 對不對 有一些秘密 也就是都被講出來 這就是沒有義氣 對不對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人 他口風超緊的 找朋友就找這種情和義 六 義 八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跟月亮星座好不好 如果你兩個都有上呢 表示你口風真的很緊 但如果你只上一個 那就要看情況啦 是 就看我們上的是哪一個星座 那情況是什麼 那現場非常有趣 夏宇喬啦 李國修啦 王月啦 你們月亮都在巨蟹座 你們怎麼都知道喔 你好神喔 你簡直是星座界的李國修啊 OK 我們還在想讓你稱讚嗎 就是 那是稱讚 不是外型嗎 不是外型 有一天我們會等到你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月亮 太陽 那宇喬是 一樣 月亮巨蟹嘛 可是上 太陽是處女 太陽是牡羊 對 牡羊 那你的月亮天蝦 你的月亮水平 你的月亮雙子 好 我們來看看誰上榜 好 第三名 太陽 月亮 如果落到了 這是我們 真的耶 我們口風好緊啊 所以喬喬你會守別人的秘密 對 只是守不住自己的秘密 對… OK 那OK 巨蟹座的人走的是 將心比心路線了 對 而且巨蟹座的意氣 完全用在自己人身上 真的 對 六億幫 真的 我們是六億幫 情何義啊 對…如果你是她的自己人 她保護你都來不及 怎麼可能出賣你 真的耶 對 然後為了表示她保護你 她寧可出賣別人 就是她的意氣會挺得非常地明顯 然後她也… 她也裝不來說我不知道 她就會說我就算知道 我也不會告訴妳 對 我們擺明的講 對 擺明的就是妳別問我 對 我們沒辦法說謊 就說我不知道 對 我們不會這樣 對 講不出來 巨蟹實在是非常地受不了 這種壓力 但是真的 所以她要抒發一下 就是我不能講 我不能講 我真的覺得光夏宇蕭 我國修我覺得真的耶 如果你們有朋友 是月亮在巨蟹的時候 真的可以跟她講秘密 真的 我守幾十年了 到現在還沒講 真的 太浪費 她有很多秘密耶 真的 真的都不能講 壓得我們好累喔 像我的… 像我的話我也有很多秘密 是嗎 妳都給我講吧 嗯 好內傷啊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太陽 月亮 如果落到了 摩羯座了 所以 國修是她吧 是 國修老師 國修太陽星座在摩羯座 真的 摩羯座是基於一種責任感 如果她答應過妳她不講 她再辛苦她都會忍住 通常很多摩羯 她比較感受到的是 我都沒有背叛妳 妳卻先背叛了妳自己 她反過頭來會去責備別人 如果她不是秘密 妳為什麼要講 當初講的跟秘密一樣 因為她覺得她壓力是很大的 她不像巨蟹巨蟹 還會有一種 可以講了嗎 謝謝妳 可是摩羯會 妳當初自己說不能講 妳為什麼現在反而講了 會責備對方 對 所以她還是很懂義氣的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月亮 如果落到了 想不到 那就是 現場有一位上榜 就是舒維老師的月亮上榜 謝謝 水瓶 我真的是口風超緊 真的 真的 妳告訴我任何事啊 我現在當下呢 我會感同身受 然後安慰完妳之後 等到我們離開之後 我就馬上完全忘記 我這邊就有寫一個鍵詞 她會當作沒聽過 真的喔 好厲害喔 好可愛喔 對 當作沒聽過 因為她會覺得 妳這麼緊張幹什麼 我隨時可以放下 妳覺得是秘密 她不覺得 對 她覺得每一個人 都會有這樣的事情 而且她也不覺得 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她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方式 不是說去幫妳把它講出去 而是說妳這麼介意 那就 我就不會講 我老公也是水瓶 還有 跟妳講 我們有一個朋友 也是算是六一幫的幫眾們 曾國晨 晨晨哥 你們都以為曾國晨她是一個 好像結婚之後的 一個改過向上的皮子 其實她沒有 她真的好重義氣 然後她又口風超級 沒錯 她知道太多事情了 可是她都當作沒事 而且不是當作對不對 不是假裝 不是假裝 是她真的覺得沒什麼 是沒什麼 對 沒錯 很感人的 而且對她來說 真的不講也不會死 對 她寧可就說沒關係 妳那麼緊張 那我就 她還會去安慰別人 對 對 妳跟她在一起 妳會有一種輕鬆的感覺 而且不八卦 她不傳話的 沒錯 而且妳也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遇到她 什麼天大的事情 都跟小事是一樣 對 他們能理解 而且他們不覺得很辛苦 然後妳得到她這種態度以後 妳反而也會放下了 所以跟她講 對 好感人喔 而且妳一直在講別人的義氣 那我們自己來講我們自己好了 妳自己有沒有曾經做過 自認覺得很有義氣的事情 大家注意看 我們今天開始說文寫字 每日一次 來 每日一次今天要介紹的是義字 你會發現義字 如果你顛倒來看的時候 它是我王八 真的耶 所以義氣的同時常常是 你做王八的事 真的 我專門做王八 國修給我一個外號叫做 王八月 王八月嗎 對 對 真的 她覺得我真的太王八了 對啊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我是幫她的 譬如說 好 我有個女朋友 然後她要嫁給 也是在圈內的一個男生 對 然後呢 她每天都跟我講 這個男生有多麼的不好 然後呢 我就會 也站在她這邊 然後她又舉證了很多 這個男生有多麼的不好 對 那我就覺得不能嫁嘛 結果後來她也是嫁了嘛 然後我有義氣到 去跟她爸爸說她們要結婚 那妳說我那個女朋友是不是氣死 真的氣死 對 然後她們還是結婚了 那剩下的王八是誰 我媽 對 那可是我當初是覺得說 我能勸還是勸 因為妳長成這樣 據我所知 真的妳嫁過去 不會有幸福的日子 可是我這樣做起來就是王八嘛 對 王八月不是我媽 不是妳 不是她王八 是 可是人家都現在很幸福 沒錯 所以我幫你其實月姐 真的想要一個這個意思啊 就是我王八 那肯定做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會惹上一些麻煩呢 所以這邊舒威老師告訴我們啦 從塔羅占卜我們就可以知道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囉 好 義氣這種東西呢 就是今天如果朋友有難 你幫她 那明天呢 當妳有難的時候 朋友就幫妳 但是妳如果過度 而且盲目地去講義氣的話 妳可能會為妳自己 惹上很大的麻煩喔 來 四張牌選一張 我們來看看妳遇到什麼事情囉 好 來 喬喬 好 一號 喬喬一號 喬喬一號 誰選一號 好 那月姐 二號 二號 要有信心 二號好 來 唐老師 我也是一號 你也是一號 黃老師 三號 三號 那我來個字 Oh my God 拜託 一號 二號都是好的 好 OK 好可怕喔 好吧 第四張沒有人選 我們就從第四張開始揭曉好了 OK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第四張的話 這一張耶 大天使漢尼爾 藍色跟黑色的組合喔 來 我們來看看指數有多高 指數百分之七十 只要會放妝可憐 有的人很怕人家裝可憐 對 其實選到這張牌的人呢 這個代表你的意識裡頭 你有救世主的傾向 你可能自己曾經遭受過 這種很辛苦的過程 只要你的朋友來跟你裝可憐 說我好慘喔 我好可憐喔 我都沒錢 我爸爸生病 我媽媽生病 你就二話不說 就馬上跳出來了 那但是呢 當你跳出來的時候 你要衡量你自己的能力 到底有多少金量 如果你朋友跟你借一百萬 那你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錢 你千萬不要想辦法去幫他籌錢喔 這樣就會把你自己害慘喔 厲害了 來 那我們要先看誰 先看黃老師的好了 好 如果你跟黃老師一樣選到的是 第三張牌的話 你因為疫情被害慘的指數有多高呢 你看這個人是一個天使 金色跟寶藍色的組合 是什麼呢 他的指數呢 只有百分之三十 心中自由分數 好長穩喔 對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聰明 而且理性 但是呢 他有一個小狀況 小狀況就是他很愛面子 所以當朋友跟他講說 我需要你幫我什麼忙 我現在怎麼了怎麼了 他口頭上 他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但是呢 等到他回家之後呢 他就會千方百計的 讓這個人找不到他 所以呢 這樣子的人呢 你基本上 你就比較不會碰到說 這個會帶給你一些 傷害的一些朋友啦 但是呢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有一個點也很重要 你要注意 就是當你遇到 像剛剛玉姐講到那種 感情的紛爭 選邊站 然後呢 這個有理說不清 選到這張牌的人呢 就可能呢 會因為他同情他的朋友 一直去罵對方 罵到後來人家和好了之後 他就變成真的是王八 好 那我們先來看 2號 2號 跟唐老師選的第一張 1號 好緊張 1號 1號 這張呢 兩個 一男一女一對戀人 這個藍綠色加紫色的組合 這個的指數呢 百分之 50 還好 2號 恭喜 恭喜 其實呢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你非常非常的重感情 紫色的部分呢 代表你重感情 你其實很能夠同情你的朋友 的處境 但是這個藍綠色呢 很特別 它代表你比較容易用一種超然的 理性的態度來看事情 你會覺得說 我就只有三萬塊可以借你 那我就是三萬塊借你 但是我借你的時候 我就不期望你會還我的 那如果我不能夠達到你的要求 然後你開始變得不喜歡我 或討厭我 那我也就算了 朋友大家就是做到這個狀態 做到這個階段就好了 對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其實是很講情面的 但是呢 他會亮麗而為 那其實 這樣才不會破壞感覺 對 但是選到這張牌 你有一個特點你很可以發揮 因為這個藍綠色的人呢 他其實點子很多 就是你除了被動被要求幫忙他之外 你可能可以想一些方法 幫助他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有效的 對 除了借錢之外 你還有別的方法 用情和意嘛 對 情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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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月姐跟嘉千的 選到的最有情和意的牌 一張塔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看起來很害怕的樣子 還有閃電耶 我們一定是我王八 對 我也覺得我們王八 對 指數有多高呢 百分之九十九 王八 王八千 我們這是王老千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被騙被賣 而且還幫忙數錢 就是這個 有可能 為什麼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好像月姐跟嘉千 可能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呢就是 人真的很好 沒有沒有 我現在是壞人 很容易相信別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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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天真人會相信別人 那第三個呢就是 就是你有時候真的很天真 而且很好騙 那然後呢 如果人家不來騙你的話 這張牌還有一個情形就是 愛搶著負帳 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就說沒關係啦 那這一團就給我付錢就好了 所以這樣子的人 口袋裡面真的有個洞 但是你如果想個辦法 把它存起來 譬如說買個房子啦 買個定存啊 最保守的啦 然後買個這個 長期持有定期定額的資金啊 你就比較難去動用到 口袋裡面沒錢的話 你就不會想要把錢掏出來啦 也是一個釜底抽薪的方法囉 是 雖然大家真的都是在外面 對不對 我們常常講說 出外真的是要靠朋友 可是千萬呢 不要交友不慎了 要非常注意 因為搞不好會害到你自己啦 所以在這邊呢 黃老師要從手蜜象特徵 就可以知道說 什麼樣子特性的人喔 應該是手蜜象特徵 他會 小心會交到 背信忘義的朋友啦 好怕喔 他特別提到小心喔 小心喔 請你小心 但你的周遭朋友 你注意看一下他的長相 他是不是背信忘義的長相囉 是 我列出四種 好 任何一種都算 只要你中了 不是你中了 你的朋友中了 你跟你這個朋友 你就要注意 你就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項 第一項呢是 雙眼珠不一致 這個連天生都算 或者生了之後 事後呢 因為受傷也算 我們兩個眼珠應該是一致的嘛 看右邊一起看右邊 看左邊一起看左邊 那就是湯湯嗎 對 但是有些人呢 他一個是中間 一個可能旁邊去了 就是這兩個眼珠子 沒有一致的話 小心他的心腸有毒 對 家庭馬上做一個示範 對啊 我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樣子 那是鬥雞 鬥雞吧 他是不算鬥雞 對 他就是 還有人更厲害 另外有一隻會跑掉 對 會跑掉 好 那麼我們在人家學有一句話 叫做眼有一分毒 心有一分毒 眼有十分毒 心有十分毒 就是眼睛看人的心 所以我們觀察一個人 千萬要看他的眼睛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呢是 臉上的中心線歪掉了 什麼叫臉上中心線歪掉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自己這樣 畫一條線 這畫一條線呢 中心線會歪的一個是 鼻子 人中跟嘴巴 就這三個 我很正 鼻子 人中 嘴巴 我有朋友歪了耶 我突然想到 真的 他是不是有出賣過你 我還不曉得 這個後天的不算 小心 要看到 這個後天不算 後天 這個反而後天也是 這個先天後天都算 這個後天不算 後天你又要打架 或者跌倒 撞歪了 這不算 要先天的 因為這個是曾國凡 清朝的曾國凡 有趣很有名的話 有 所謂的斜正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就是這個地方有歪 如果講話常常歪的也算 小心他講的話 可能是騙你的 或者他要為他的利害關係 背信忘義 了解 真的嗎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第三項 好 跳一下 先說一下 第三項指限定男生 女生不算 OK 因為我們常常講 講道義講到都講 在講男人嘛 男人要講道義 龍眉大眼 講到眉毛 那這女生本來眉毛 就不是很濃 對 所以這一項各位注意看一下 他是這樣講的 眉毛細而斷 要細 女孩子都細 這根本就沒有關係 這男人 眉毛要濃 我們講道義 他不但細 而且中間會斷掉 所謂斷掉呢 中間斷也算 尾巴突然越來越少了 也叫斷 這是男生嗎 這一項指限定男生 所以如果是稀疏呢 稀疏 整體的稀疏又不算 唐老師你有關心這個話題 是最近有交往的對象嗎 沒有 沒有 OK 純粹為朋友問你 好 你的眉毛 太傷勢了 講眉毛叫做朋友公 朋友講什麼 就是講道義 對 那這個眉毛長得不好 就是跟朋友之間 可能不講道義囉 小心 好 最後一項 是用手相看的 這個出現的人不多 但是一旦出現的話 就是可以說 算是滿準的 就是它有反文 或者有背情文 什麼叫反文呢 我們代表頭腦頭腦 是這一條智慧線 智慧線的尾巴 略略的彎了 這叫做反文 那什麼叫背情文呢 背情文是出現在這一個 智慧線跟感情線之間 有一個這樣子 有點像弓形的 或者半圓形 這樣子一點點而已的 這種叫做背情文 這個背情文跟反文 兩個會背叛 一個是朋友 一個是感情 那你不是感情跟夫妻男女之間 那你就是朋友的背叛 任何一個都算 那我現在講的這四種也是一樣 任何一項有的話 請您注意觀察這一個人 OK 好 我想繼續問一下兩位 你們曾經這種 明明不是自己的事情 可是被人家牽托到的 我其實是一個比較 很容易被人家自身世外的一個人 就是時常會有一些小八卦 小事情 都牽托不到我身上 對 因為我是一個不太會 會去跟人家攪貨的人 但是沒想到這樣還是偶爾 還是會有 就好像有些朋友就很無聊 他就會想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可是明明是這個 是水杯朋友跟我講的 可是我不能告訴你是水杯朋友 他就隨便講了一個 在這個事情之外的人 所以就講到你 你這樣講很明顯 你會上榜 真的 我好像不會 對啊 那你跟維修老師 沒有人會勘托我 可能我太兇了 我會考慮跟他對峻 那你跟國修老師如果說真的做錯一些事情 你們兩個 誰比較不會認錯 我很快就說是我的錯 真的 很快 國修老師比較不會嗎 他會 像譬如說我會給他這個意見 因為他本來執行的方面不一樣 他就會先聽 沒有當場接受 但後來會接受 對 他不是看過 他用延盪 他是用延盪 延盪 延盪 對... 所以在這邊要問一下 這個我們的唐老師 也是要從星座來看一下 怎麼樣星座呢 所以在這邊要問一下 這個我們的唐老師也是要從星座來看一下 對 怎麼樣星座呢 他犯了錯呢 愛牽托啦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愛牽托呢 就看他的水星了 是不是走趕翹路線啊 是不是勇於承擔 太陽也要看 所以太陽水星 雨喬呢 你太陽水星都是處女座 那王月都是牡羊座 那國修都是摩羯座 好意思喔我們 對啊 真的耶 對啊 好一致耶 好 我們來看看 太陽水星落在哪裡 你會屬於那種 我們遇到這種朋友 我們也要小心被他探討進去 好 第三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獅子座了 沒辦法因為他愛面子 對 他怎麼會說自己 對... 先找一個不相當的人說 對... 沒錯 他會先保住他當下的面子再說 他不是為了陷害別人 他很可能陷害了你之後 他回去只好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我那個時候情急之下 我只好這樣子說 我說了你 對... 那你要怎麼樣千刀萬刮 隨便你啦 但是當下你要我認錯 不可能 所以呢這個時候 你就不要跟他當下的硬碰硬 你不如就讓他冷靜一下 是 然後等到大家氣氛都已經和緩下來 你再問他說 那現在你可以說實話了吧 就是 的確是你做的吧 獅子座這時候覺得說 你還滿友善的 你也沒有咄咄逼人 他很可能就說 好啦...是我啦 很可能就願意承認了 就當下你不要逼迫他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喔 太陽水星 如果落到了哪裡 雙魚座 沒有錯 很容易砍討 是 那個砍討是因為 他真的 他怎麼說 能裝無辜多久 就先裝無辜多久 除非你拿出證據來 那你拿出證據來 譬如說那一卷電話錄音 或者是 你曾經看到拍到什麼照片 在那個之前 他都會說 沒有吧 應該不是喔 應該是跟你講 那個人看錯了 而且他就是很喜歡說 人家背後話的 你要不要仔細去看看 就是還試圖要扭轉那個情勢 當然有時候他自己也陷入一種迷情 就是說他也不見得是為了陷害你 而是他絕對他催眠自己 這件事是對的 所以他當下如果覺得說是錯了 那他有什麼立場 他一定要硬凹成是對的 所以雙魚座有時候你要分辨 他到底是刻意說謊 還是他真的自己都可以騙了呢 是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很會硬凹的是誰 那就是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射手座的話 射手座簡單講就是狡辯 他們不是笨 他也不是比如說什麼面子不面子的 對 他就是能凹就凹 而且對射手座的人來說就是 反正你現在這樣對著他 他承認就是他倒楣嘛 他可能一失去了立場 二會變成千夫所指 所以他就是盡量 你就算拿出證據來 他也會說拍錯了 或者是你跟他講說 那錄音帶給你 他說聲音很像而已 對 不是我的聲音 他可以睜眼說瞎話 而且就例如說 他已經真的是已經桌尖在床了 他就會突然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這兒 對 太誇張了 或者誰幫你拖了 他拖了 我婚女了 太誇張了 那也很適合重振喔 對 對 你有無情的存在房間 對 對 當然射手座其實他蠻高標準的 但是他的高標準通常對人 好厲害喔 對 他對自己就是 OK 我是一個偉大的人 所以我不能被傷害 基於這個理由 我能狡辯你就狡辯 很多射手的心理是這樣想的 對 我流這一口氣可是為了大家 我怎麼可以在此時此刻 被你給逼死了 所以我絕對不承認 所以基於這樣的理由 他們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太陽水星落在這兒 三個星座的人 都有可能會狡辯 或者是砍脫別人自己 當心一點 要注意了 你知道有一種風水 是會讓人家害怕 因為非常可怕 會造成雞犬不凝窩裡反 是什麼樣的風水呢 黃老師要告訴大家囉 好 我們像這位 所謂的雞犬不凝窩裡反 你家裡有可能 家裡的話 彼此家人不合 互相告來告去 那如果是朋友之間 更有可能了 朋友之間 又有人做廖杯 或者背後通你一刀 像這種狀況 到底它的風水是怎麼樣 我列出幾項 給各位做參考 好 第一個就是地板不平 我先說地板不平 在古時候比較有 古時候我們家裡的地板 是泥土的 那以現代來講 雖然不是泥土地板 但是木板有時候有可能 木板有時候會撲起來 木板有可能 石英磚破了不補 對 等等之類的 這種狀況下我建議你 你的家裡如果像這種 你每天生活在裡面 還是把它補起來 因為有些房子很怪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頭會暈 那表示它地板 就是有點不穩 對 所以整個空間是怪怪的 對 好 這第一項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項 第一項是目前 第二項是我目前所發現 常常看到的一種缺點 什麼呢 叫做風水蓮鍋 什麼意思 什麼叫風水蓮鍋 很多人去到家裡 它因為門對門 它門對門怎麼辦呢 一般來講 門把它關了就好了 但是它就在門口掛一個 很長很長的風水蓮 那這風水蓮 也許一個兩個很好 還好 它太多的意思 就全家每個門口 真的 黃老師你趕快跟我媽講 我媽就這樣 這個風水蓮 我先講一下它的缺點 第一個呢 你非常動線不流暢 生活非常不方便 對 你每天撥來不去 心情真的不會舒暢 第二 你互相會造成猜忌 譬如說這個前面是誰呢 你一撥開看 哥哥怎麼站在這邊 一撥開看 怎麼你的朋友站在這邊 嚇到了 故鄉猜忌 家人嚇自己啊 是… 我媽有多可愛 她真的很怕那風水的東西 她就真的也貼了符 也用了風水蓮 太多了吧 她是擺正 對 媽很可愛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是 家裡的四孕鋪了碎石鹿 他覺得這是造型 對 還打個進階照明對不對 甚至有人啊 就在客廳中 要鋪起健康步道呢 對… 每次還在那邊練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喔 健康步道也不可以 都不行 因為石頭是陰的 它是室外之物 在盒裡面撿過來 直接從山裡面拿過來的東西 要的話去廁所嘛 廁所有一點 廁所是比較陰 也許水還好 都不行 一小片也不行 最好都不要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項 下面一項是 陽台被植物封閉 什麼意思呢 我們陽台都會放植物 但是有人植物放了太多… 整個陽台看不出去了 整個看去都是暗暗的 暗暗的 就是完全沒有生氣 我們人本來就要開朗 你把你整個陽台都封閉之後 就表示人之間那種心情 都逼著 都逼著 沒有…不開朗 沒有生氣 好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呢 是門前的路 那是分岔路 就好像你住在這一家的人 人都分… 人都分了嘛 心也都分了 那不窩裡反大水反 你家裡面的人 走出去就是分開的 對 好 那麼這幾項我剛剛提過 有的人改馬上改 你說地板你趕快把它鋪平啦 風水蓮就把它撤掉啦 四年碎事路不要啦 好像這些都是滿容易做到的 但是你覺得還是 跟朋友之間 家人之間 很多有這種現象的話 我還在教你一個辦法 破解 這個破解叫做奎龍 奎龍我先指一下 奎龍是這樣的一個圖案 這樣的叫奎龍 挺漂亮的 這個奎龍 我們在上古 就在唐宋以前 我們家裡的窗戶 或者是碗盤裡面 常常看到這種圖案 這奎龍是代表平安 代表和平 代表住在這裡面 家裡的人都是平安無事的意思 就不會說互相來鬥爭 互相來爭執啦 像有這樣的 他們稱為奎龍是群龍之手 所有龍裡面最大的 所以它有代表這和平的意義 那古時候呢 它放在門窗 或者是碗的盤裡面 那現在人比較少 對 怎麼辦 那一樣 你就用這個圖案 放在家裡的壁上掛著就可以了 任何地方不居 那所以它那個風水蓮 你就把它拿掉 然後掛門口這個 可是它家裡沒有窩裡板 也不必 這個在我們一般的書上 可以找到這個圖案 尤其比較關於講到龍的這件事情 可以找到這種龍 那接下來呢 這個數位老師 我們跟大家趕快來補補看 因為我們真的很怕被出賣 我們在哪一方面會被出賣呢 這要非常的注意 要小心了 趕快來看一下 天有不測風雲 我們來看看呢 你接下來的幾個月 有效期限一直到2008年的12月25號 我們來看看你在哪一個部分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意外 然後讓你先呢 有一點心理準備 然後你也可以去預防一下 這些事情會發生 來 1 2 3 4 4張牌 給你的GGA選一張 我選4 4 4 來 我選3 一起選3 好 唐老師 我跟她一樣4 4 今天都選一樣的 對 黃老師你呢 1 1 那我來個2 那我們還是照慣例 從嘉芊選出來 好的 如果你跟嘉芊一樣選的是 第二張的話 如果你跟嘉芊一樣選的是 第二張的話 那你在哪一個部分呢 會不會出賣呢 我們來看看 這一張牌啊 很恐怖啊 你看一個男的掐著一個女的 嚇死人了 感情嗎 是喔 是嗎 是感情嗎 職場上可能會有人跟你作對啊 職場 職場 沒關係 可是我已經這麼低調了耶 沒關係 6一幫都會挺你的 OK 我相信今天不是在6一幫喔 這個 對 倒是 這個職場是6一幫的舞台 對 對 對 所以沒問題 沒問題 OK 那就好 6一幫人都很好 對 沒錯 選到這一張牌的朋友呢 你下半年喔 你講話你就要比較低調 姿態呢 也要比較低調 然後在公司上班的人呢 你要很注意 下半年要注意人和的問題喔 對 如果你跟你的對口的廠商啦 或者是像是跟你其他同事之間 譬如說有一些業務上的往來啊 然後工作上面 在合作上契約的簽訂啊 對 你都要注意一定要有書面的資料為憑據 好 來 下半年要好好保護你自己 在職場上面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跟黃老師一樣 選到的是第一張牌的話 好 來看一下了 下半年哪裡會被出賣呢 這張牌很奇怪耶 一個女生看起來很憂慮的樣子 然後這個五個錢幣就代表錢耶 哇 好了 這是什麼呢 小心借貸的問題 對 借貸啦 嗯 標會啦 那然後呢 如果有一些不懷好意的這個Sales啦 像這個黃老師都有在投資啦 是 你的這個操作員呢 他可能不是惡意的 但是他最近給你抱的名牌 可能不是幫你賺錢的啦 要認識啊 所以下半年呢 不要隨便聽人家的一些意見啦 那然後呢 你如果是在上班的話 你下半年你的帳目 然後呢 金錢上面的往來 你都要比較清楚喔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 沒有在這個部分呢 好好的注意一下 你下半年你可能真的會 遇到這個金錢上 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問題 譬如說人家借錢不還你 或者是 你會有跳票 收到芭樂票這樣子的問題 要相信你的直覺 如果這個人呢 你覺得你真的不能夠相信他 那在金錢方面 你就要特別的小心才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跟 小喬跟唐 唐朗 跟這個 對不起 唐朗咧 對 唐朗咧 對 唐朗咧 對 唐朗咧 小喬跟唐朗咧 母女 好可愛 好可愛 選到的是第四張牌的話 因為這張牌呢 太令人開心了 真的嗎 一個女生很高興 然後呢 很愉快的樣子 安心啊 下半年命 安樂 漂亮喔 謝謝 好正耶你 對 OK的 好棒喔 每天關在房間裡 我就不知道你 那怎麼辦 對啊 如果有人害我 唐老師出來啊 出面啊 沒問題 用壁箱砸死他 因為太愉快的話呢 唯一有可能會經歷的下場 就是 因為心寬則體胖嘛 小心因為食物帶來的傷害 太開心了 好 來 月姐選三的 如果跟月姐一樣 選到的是第三張牌的話 你要當心哪部分被出賣呢 救命啊 這裡有金銀財寶耶 然後有杯子有骷髏頭耶 然後有很可怕的人耶 然後有新的樓鐵 小心 乾淨 不要 不要 千萬不要 別過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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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姐不要擔心 別過去喔 如果說呢 你是已經 交往很久了 或已經結婚了 你真的你就要小心喔 你的另外一半 最近所跟你講的一些話呢 可能不是 跟事實是相符的 那如果說 你現在有遇到一個新對象 正準備要交往的話 那你就千萬要注意啦 對 你要跟他交往之前 你們一定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可以互相去打聽一下 你一定要知道 事先的打聽很重要 對 你就知道這個人的人品是怎麼樣 因為當你翻到這張牌的時候 這代表 這代表你下半年出現的桃花喔 可能呢 他不是這個人 他不是那麼的正直 或是他有一些話他不是 完全會講出來 對 所以呢你就要仔細 要當心一點囉 來 做參考 一定是被出賣 被背叛 一定都是壞孕器產生啦 所以在這邊呢 黃老師要告訴我們 用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這個壞孕器 遠離我們的 這個護法小偏方了 好 趕快教我 我要讓你 我修回來啊 好 觀眾朋友 我建議一個方法 非常簡單 不會很困難的方法 能夠保護你 尤其遇到這種壞孕的時候 能夠讓壞孕快一點的去掉 好 這方法很簡單 它的道具就是這樣而已 你一個八卦的圖形 你只要在任何的書上 把它剪下來就可以了 或者去影印就行了 或者一個小八卦也可以 是真正的一個小八卦也可以 或者圖形 那我這是一個圖形 我再強調不一定跟我一樣 只要有八卦的圖形就好 因為八卦它是代表避邪 代表保護 然後它佩戴什麼地方呢 佩戴在皮包內就好 像這個你不可能怎麼辦 女孩子就用它的皮包 對 那麼或者你如果覺得像我們沒有皮包 你就放在你的辦公室的抽屁 中央就好 尤其是女孩子 常常晚上回家的夜歸的 我也建議你 強烈建議你這個 帶一個在你的皮包裡面 晚上一個人走夜路的話 會保護你 OK 好 那麼時間呢 什麼時候開始放呢 在祈福日的時間 的卯食 祈福日呢 我們農民地上面都會有 我一天叫祈福日 卯食就是早上五點到七點 太陽出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太陽出來 黑暗就過去了 是 也就代表幻孕就去了 然後這有什麼效果呢 惡運不靈 幻孕不禁 讓你能夠 明明過一個好日子 是 請各位做參考 OK 好 接下來唐老師要告訴我們 什麼樣星座的人 他眼光很好 專挑好朋友交 對 很會挑朋友的 眼光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就是從太陽跟上山來看 因為上山跟我們的行為準則 跟我們的行動有關係 好 那這個現場呢 你們三個太陽星座不一樣 可是上山都是春女座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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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嗎 真的 難怪我們是六一方 好 你很會挑朋友 你一定很少被出賣 重點在這個地方 這才叫會挑朋友嘛 老師被出賣 算什麼會挑呢 好 那這個上山呢 那我們的黃老師上山巨蟹 也上山是摩羯 那我們來看看現場誰上榜了 好 第三名 太陽上山如果落到了 射手 不錯 Chris 射手 對 上山射手 那聽Chris的話 對 聽Chris 他超 就很會挑 對 其實他們很會看 他們非常聰明 然後呢 他是現場 他可以跟所有的人哈啦 但是他心裡很了然 他下了這個聚會之後 他會告訴他熟悉的朋友說 這個可以信任 那個不能信任 真的耶 真的 真的耶 因為你知道嗎 有一次啊 我就帶我一個朋友 還有他女朋友 然後來我家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女朋友 就人超乖 乖到不行啊 我們就說很棒啊 什麼什麼的 後來離開的時候 我老公說沒有 他不乖 結果真的他不乖 他劈腿耶 所以我覺得 一來四頭之後 直覺能力非常強 後來他也有很強的 動心能力 而且他是客觀的 真的 我每次都交錯朋友 他不會是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二名是誰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雙魚座的人 真的耶 好 雙魚座走 有無欲則剛路線 他就可以知道 他旁邊有多少人 是可以幫助他的 而最後那個幫助他的人 就會留下來 就說他其實也沒有 故意去挑 但是很奇怪 他就是能夠吸引那些 來幫助他的人 而且他很柔軟 他柔軟旁邊的人 就會剛強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雙魚座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都能夠教到 那個真正能夠幫你的 這個幫你出錢 那個幫你出力 那雙魚座就一派無故的 跟你講說 我也沒有特別挑 我只是沒有反抗 所以最後 想利用他的也用不到 那反而是 留下來都是保護他的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一個方法 我們來看第一名 好 太陽上針 如果落到了我們現在 一位上榜的就是黃老師的 是黃老師的 厲害一個 尷尬 所以我們三個 還是狗就拿吧 什麼都沒了 黃老師會挑朋友的運氣 他根本不挑朋友 有沒有沒朋友挑 他就挑 我自己是人家的損友 對 其實我覺得巨蟹的人 他是怎麼說 他本身保護性很強 然後他本身也很敏感 他不喜歡置身在一堆 讓他不舒服的人裡面 他挑一定是挑 跟他完全志同道合 所以彼此呢 就是我既然覺得你志同道合 然後我幫你 你幫我 這是最好的境界 如果你不能幫我 我也幫不了你 咱們做這些很虛假的朋友 那倒也不用了 真的 對 哪天你知道我太多事 背後捅我一刀 我反而是沒有抵抗力的 所以呢 一旦你跟他做的朋友 他就會好好的經營這段友情 那如果你不屑跟他做朋友 那他也無所謂 那就是算了 他也很平常心 他沒有非怎麼樣不可 那所以我們覺得說巨蟹座 他也很懂得 就是說 今天如果這個人 還滿有權勢地位的話 他也會很乖 平你的話 就是我做小輩沒有關係 所以既然他願意做小輩 那自然他可以得到長輩的疼愛 或長輩的幫助 所以你會覺得他交的朋友都很有效果 對 就是說不是白交的 也不是隨便哈拉的 對 那至於你們處女座 那就容我說一句 你們很瞎 蛤 就是別人需要你們的地方 你們就跟他做朋友 你們是走人家需要你路線 不是你需要人家路線 而且我們常常 人家用完就丟 對 所以你怎麼能夠說 你很會看朋友呢 是嗎 對 我不會挑朋友 對 很多處女座是常常會 帶著受傷的心情說 我怎麼幫他了 他卻這樣對我 你們常常是這樣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們還是好好的搞舞台去好了 就在你們幫派裡面就好了 對… 我們就活在自己實質 對… 我們拿我們的故事來警惕 沒錯… 一定要跟大家繼續講一下 好… 那就太陽上升落在這地方的人 自己注意一下 你很會挑朋友 那其他人自己當心喔 沒錯 好 那其實這個節目最後 我一定要好好再介紹一下 六一方 如果你看過沙姆雷特 對不對 他比沙姆雷特還好笑 你如果看過《驚喜啟示錄》 他比《驚喜啟示錄》 竟然還有感人 真的 真的 而且很高興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嘉謙已經穩坐了一個 實力派演員的地位 是真的 然後小喬已經入入了 國小老師現在都是 以嘉謙姐做榜樣 對 就說你現在只要再做到什麼樣 你就可以跟嘉謙姐一樣了 對啊 好笑 他也打開了那個竅門 然後我們還可以看到 好多好多 有關於秦和義的故事 我相信這個戲 絕對會引起劇場的一個狂潮 然後也是一個 李光修的劇場革命 我們10月3號起 在全省 對 全台起 真的希望大家好好支持一下 這一部這個第38回的作品 六一八 對 絕對會讓你最後是起義鼓掌的 沒錯 再次謝謝月姐 謝謝 謝謝 謝謝小琦 謝謝上載大師 謝謝小琦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老師是沒有在睡 對 因為開店 開店睡客廳的那個 對 你怎麼知道 一定的 不是 不是啦 你們跟我一樣啊 都像真實 怎麼越來越不正經 當然是我去他家庭 對 家庭